许多民众都认为新冠肺炎已经逐渐远离 但其实正好相反 上个礼拜新冠并发症 个案新增了326例 创四个月来新高 死亡案例更是增加了37个人 是9个礼拜来新高 本土JN.1近四个礼拜占比升到了9% 预估1月中旬将成为主流株 由于JN.1脱逃能力极强 到时候每天染疫的人数 推估在1万8到2万人之间 最近的话阳性的趋势跟10月11月比起来 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会全身无力救生痛 然后最近的话反而流感趋势 没有到这么多 新冠疫情将在明年1月中下旬 也就是大约20天之后 就会达到新一波高峰 罗易军预估 这将会是新冠Omicron第五波大流行 在天气寒冷的时候 新冠会员多会比较明显的流血 勤洗手戴口罩 避免人群之间的接触